2. 台商月刊 港股2016年將設交易冷靜期 2015年7月1日資訊商機新聞P 0276月11日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嘉透露 市場已就為短時間內大幅波動的股票 加設5分鐘的暫停交易冷靜期達成動息 並預計於2016年推出 將以此降低交易風險 並防止類似閃邦的重大交易事故 港交所於2015年年初提出引入市場波動調節機制 如果證券價格波幅在5分鐘之內10% 其貨合約5分鐘之內波動5% 將觸動價格穩定機制 即同樣長達5分鐘的冷靜期 冷靜期之內 相關產品只可在固定價格限制範圍內買賣 每個產品在每個交易日外最多可觸發4次冷靜期 即上午和下午各兩次 再次回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